这些戏剧也需要大家来给予鼓励周美清女士呢 我们就知道她好像非常非常的鼓励类似的戏剧 尤其是参加爱心的活动也不落人厚 只不过她仍然是维持一贯的周式风格 就是相当的低调 果头新戏回家3月8号当天演出 结果在开演前30分钟工作人员才发现 左董夫人周美清女士拿着自己买的票进场来看戏 工作人员一度上前请求她能不能到后台跟大家说几句鼓励的话 她就婉拒了 结果呢看完戏一如往常非常低调的 就做了爱心公益不愿意被媒体跟拍 这是果头的新戏回家 3月8号当天开演前的30分钟 剧场工作人员才赫然发现 总统夫人周美清一个人来看戏 之前我们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那她也是自己买票 当天下午的时候 她从进场一直到离开 当然我们的工作人员有过去跟她接待 那我们也希望说她能够到后台来然后给演员打打气 但是她一直表示说 她不想麻烦任何人 那我们也就尊重她 一如往常低调的个性 周美清就坐在台下某个阿弥陌的角落 静静的看着台下演戏 戏剧结束 这两位工作人员应邀拍张合照 总统夫人才勉强的对着照相机笑一笑 回家这个戏毕竟在果头来讲是一个非常中小型规模的戏 那宣传其实也没有做得非常的大 那她可以透过这么一个细致的这样一个细微的一个动作去表现 她对艺文环境的一些支持 那让我们都觉得很感动 周美清是看报纸自己买门票来看戏 让果头的人都很感动 做了爱心公益也没大张旗鼓让媒体来拍 昨天新闻陈佑宾李月龙台北报道